老花一的一个开箱教学 一个评测 这回呢买到的是一个自指花 在买自指花之前 我要跟华尔美简单的叨叨几句 就是老花一你怎么还不上自指花 因为我们这边呢 这两天还在导春寒 估计有半个月左右呢 我们家的自指花就上市了 这个呢是从网上淘的一个 咱们多了不说 先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描情 然后说一下具体的养护 这个呢将会带来一个 比较全的一个养护攻略 大家可以提前收藏 等到我们家上架的时候 您也可以买 等不及的话 有呢攻略先给您弄上哈 好 再来开箱 然后呢用的也是这种保卫棉 这个价格也不贵 二十来块钱 好咱们再来开箱 自指花呢是 比较怕冷的一个 像一般低于零下五度 它就冻死了 好吧一般情况来说 尽量的呢去选择 小叶的自指花 因为大叶的自指花更怕冷 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叶的自指花了 这种呢一般是广东啊 福建啊那边会 现在有开花的 我们北方这边很少 因为还不到时候 像咱们北方种自指花 比较有名的地方 就是河北的昌里 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 虫生的这种自指花了 就是牡丹自指嘛 也是大叶自指 开花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香 像这种入手之后呢 它的一个养护难度是最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盆里边有很多颗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七八颗 甚至说十来颗 这种呢 养护起来最难 难在哪呢 它是相互之间竞争水分和养分的 它总有几个是开不了特别好 如果说您家里边是高温 高湿的那种环境 就是湿度也很高 它还凑合事 如果说不行的话 反正呢就会花苞也开不了 一朵甚至说一朵都开不了 花苞都会掉 还有一个呢 自指花它是相对来说呢 非常喜欢阳光的一个 要大阳光 大水 然后顺带着要跟上一些大肥 它是有先后顺序的 没有阳光的话 水量就不要太出了 没有阳光又没有水 你还在吃那么多肥 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呢还没有开 还没有开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花苞的话 都会下面有一些个这种 有一些个不好的那种状态 甚至说来的时候呢 都会有各边两个的掉苞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自指花需要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像里面的这些个呢 下面咱们称之为内糖 这种里面它都会黄叶子 就算是咱们一般到家都会黄 再有呢 就是再给大家叨叨一下 就是尽量的买自指花的时候 买一盆里边一颗的 这种虽然说很便宜 这种性价比很高 我说新手花友呢 你买一个盆里边一颗的更好养 对于老鼠来说呢 这个是完全可以一盆里边分成N多盆 甚至说分成十几盆 它会成为十几个小苗子来养的 那么呢 分盆的时候花苞肯定会掉 那现在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给足光照 给足光照 温度呢不能低于15度 一定要维持在20度以上才更好 光照给足 水分给足 再适当的用一些花多多2号 这些就会开 等开完花之后呢 还要维持在一种热酸的条件下 给它补充花多多1号这种 大明甲均衡的 温量的瓦数比较多的 让它长得更加的哇塞 好了 接下来呢给它打个分 价格呢20 中规中矩的价格 因为像这种东西咱们要了解 一般打包的话 光快递费就得去掉七八块了 像这种成本再价个五六块 人家赚个五六块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啊 所以说呢价格性价比还都可以 描情也很棒 都带花包过来的 南方的花肉真的是养花太无敌了 好了 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来一个 上手的一个操作 综合打分呢 能够得到90分的一个描情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下期上手操作 这就可惜掉了 暗 insult 烈露 筷子